大家好啊 刚才看了一篇神文章 这是转自微信公众号 昆仑策研究院 就是这篇文章呢 被这发发表完以后呢 很快就在微信上就给删除了 做着自己删 这昆仑策研究院先介绍一下啊 它是中国一个极左的研究机构 官网上自述 他说昆仑策研究院是由部分军地老同志 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发起成立的综合性战略研究和资购 资讯服务机构 这篇文章呢 就是标题是什么呢 就叫逼台湾 逼是哪个逼呢 就是那个逼迫的逼 统呢是统一的统 那不是有和平统一台湾 就是和统台湾 还有武力统一台湾呢 就是武统台湾 现在人家这研究院处理第三招 叫逼统台湾 逼着你统一 这个前言 在不放弃武力统一的前提下 对台湾实行补统之前 还可尝试实施统一台湾的第三种方式 那就是逼统 对吧 所谓逼统是指在不放弃武力 统一台湾 且对台湾实行武统之前 对台湾实施政治经济贸易民主金融外交文化 教育科技旅游财产身份 法律 职业生涯 宣布黑名字 封锁海峡 占领外岛等 一系列组合的综合的手段 逼迫台湾当局 以大陆实现统一 你既然逼统 逼着台湾统一 你还说什么 在武统之前 那你还要武统 那你既然要武统 那你还逼统干嘛 整天逼 对吧 就不要逼了 对 好 具体的内容 是第一个 身份逼同 大陆依据 现在台湾现行的有效身份证件 依然按照台湾现有的市 乡 站 等行政区画 街道等门牌号码 为 为持政者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将中华民国改为台湾省 凡是在大陆经商工作学习婚嫁旅游探亲交流等台湾户籍同胞拥有台湾有效身份证件的均可在当地公安机关相关户籍部门领取中国身份证或通过互联网啊 登陆 台湾有效身份证件到这个公安户籍部门领取中国身份证 你愿意发给人家 人家可得愿意申请啊 对吧 你别总是一厢情愿 还有持政者与大陆居民享享有等同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您您您这几位老几位您搞笑了吧 大陆有什么那个权利 大陆居民有什么权利 大陆居民除了除了义务以外 你给我说大陆居民有有什么权利啊 第二啊 国籍逼从中国驻外使领馆 依据享有中华民国有效护照的持有者 为其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使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同时中国驻外领事馆 兼顾为台湾籍同胞 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职责 方便台湾同胞在世界各地等都可领取中国身份证 这个肯定成不了 人家中华民国那个护照 我跟你讲 比你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啊 就是更有价值 人家可以免费 可以免签证到很多很多的国家 比如说欧美的发达国家 你中国行吗 对吧 你那免签证 你那些免签证都什么地方啊 特利尼达多巴格 埃塞俄比亚啊 然后是赞比亚 非洲呢肯尼亚 对不对 也就这些国家 还有一帕劳 是吧 帕劳你可能也免签证 我知道那地方太平洋当中一小岛 盛产鸟粪 对吧 第三 货币 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身份证的台湾民众 中国大陆让利给台湾民众 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比率为1比1 2021年4月1日 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比率是1比0.23 台湾民众持有新台币均可按1.1的汇率兑换人民币 大陆每兑换一元新台币 让利给台湾民众0.77元人民币 由中央政府承担 由大陆国有银银行 工行 农行 中行 建行 交行 等负责兑换业务 1比0.23变成1比1 这是哪傻逼想不来主意 你不怕大陆自己通货膨胀啊 你们这帮还他们企业家 还他们专家学者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看不出来 你不怕大陆通货膨胀 再来啊 财产逼同 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台湾民众 大陆政府部门认同台湾的台湾的有效的不动产凭证 列如低期房企 就是认同台湾有效的不动产凭证 就是保护台湾民众的私有财产 即使在武装台湾 武装 就是武统台湾后 依然承认台湾民众的私有财产 别他妈骗人了 第五 保险逼同 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台湾民众 持有者可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财产保险 特别是中保公司受理 战争期间财产损失险 以应对武统台湾时 对台湾同胞财产造成的损失 另外重要的是 还可以作为战后 中央政府对台湾同胞提供补偿的依据 为台湾同胞的不动产 提供财产保险和政策保险 你先搞清楚这个保险是干嘛的 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你知道你们对外的名声是什么样吗 你们对外的名声 你们赌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赌 这个别人看不懂 你知道吗 算了一边来 第六 婚姻比同 还有婚姻比同 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 正在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结婚的 在大陆的县级以上城市 由当地政府为他们提供不少于90平米的公租房 同时提供优惠就业服务 这哪是婚姻比同 你这不是房子比同 对吧 你有那个能力给这台湾提供不少于90平米的公租房 你为什么不给现在这个国内的大陆这个年轻人提供这些公租房呢 他们现在连房都没有 对吧 你还让他们升三台 第七 旅游比同 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的台湾民众 对于首次来大陆台湾的民众 中央政府提供一万元人民币的七日祖国观光旅游 优惠条件 价格半价 住宿半价 旅游行点免费 让台湾民众更加深入的了解祖国了解大陆 人家就为你这一万人民币来七日遥 是吧 你太小看 你太小看台湾民众 第八 经贸必同 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台湾民众 在经贸领域给予帮助和邮会 列入台湾种植凤梨的农民 可以凭自己的大陆身份证将放离直销大陆 不受台独势力的影响 因为你们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 理应受到中国大陆中央政府的保护 你呀 这帮人我不知道是专家学者 还是关在监狱里 时间长了 对外界都不知道 你知道台湾凤梨90% 台湾凤梨90%都是内销 只有10%才是出口 如果我没记错了 你以为你进口台湾凤梨 你不进口 你以为是限制人家 人家用不着 一人吃一颗 一人吃两颗 就可以把剩下那10%的出口就可以消耗掉 这帮傻逼们 真是 第九 公职 公职逼土 凡是声明承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 并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的台湾一切公职人员 中央人民政府保证 即使在武统台湾以后 对上述人员 中央人民政府一律承认其公职人员身份 一律安排工作 一律平等对待 保障他们权益 他们能够成为建设新台湾的重要力量 干嘛 你认为这个公务员 你以为台湾的公务员跟你中国大陆的公务员是一样的 你以为公务员那个职位就是相拨吧 金饭碗铁饭碗是吗 在台湾公职人员 这是要被选举的比如总统副总统 你以为像中国那些公务员走后门进去是吗 别他妈 你这帮人真那么搞笑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他妈憋傻了吧 你们是 这些专家学者 还有什么军 老干部什么 你们是不是脑子坏了 第十 投诚逼统 对于台湾军警特的人员 凡是承认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 一律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 欢迎在武统台湾前投诚 欢迎在武统台湾时起义 宣布台军特赦条件 针对台湾陆海空三军凡是起义投诚的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 中央政府一律 中央政府一律予以特赦 并可整边加入解放军序列 根据功劳大小 给予奖励 凡是顽抗到底的一律消灭之 凡是以实际行动 呃换领身份证和护照的台湾同胞 凡是成功劝说台湾官兵起义投诚的放下武器的台湾同胞 中央政府都给予表彰奖励和优待 你以为这还是1948年1949年打那个什么三大战役那时候 哎呦真是真是穿西装吃过头了 哎呦真你是心里改不了那个土老帽了 第十一统派逼宣布统一人士名单列入连战吴国雄马英九 马英九括号代考察 或可引毒派 我考了 红秀柱 郁慕明 邱毅 黄志贤等为统一人士 欢迎他们来大陆 共同协商台湾战后建设发展大际 对他们人生财 对他们人生财产安全提供安全保障 你们是什么赵少康的节目看多了 十二 独台逼统 独派逼统 宣布黑名单即宣布台独台独战犯名单 李登辉 为陈水扁 蔡英文等台独分子为台独罪犯 中央政府必将严惩不待 颁布通缉令 全中国全世界缉拿 孤立分裂极少数顽固台独分子 争取广大台湾民众 您知道李登辉 陈水扁 蔡英文 这些就是广大的台湾民主选出来的 你们知道吗 第十三 清空逼统 在武装 在武统台湾前 在实施以上十二项逼统措施后 重点实施战前人口政策清空措施 及人口清空逼统 具体做法 具体做法 在战争爆发前 提前宣布 将在以后不太长的 不太确定的时间内 解放军将武力攻台 产生一种强烈的战争预期 大陆中央政府监督台湾同胞 离开台湾 届时台湾同胞在解决了没有 哦 先点评一下 清空逼统这个啊 就是解放军将武力攻台 产生强烈的战争预期 这你干嘛 你吓唬人家 是吧 你这 哎 好 然后总结呀 小结一下 他这个啥 还有小结啊 看着 届时台湾同胞在解决了没有身份 国籍资产等后顾之忧之后 可以义无反顾的离开台湾 可以直接前往大陆 可以接受 通过 也可以通过第三国中转前往大陆 届时中央政府将为台湾同胞提供陆海空交通便利 帮助台湾同胞躲避战 在大陆政府为他们提供平均商品房 公租房 教育他们离开了台湾和大陆定居 暂避或者或者到其他国家暂避等等 在武统战争结束后重返家园 哎 我就说这些土老帽 还成了一个研究院 我都不奇怪 这些研究院他们的经费是谁给的 诱惑 这还有重大意义啊 好嘛 这个逼统的战略方针 遵循我们党和国家对统一祖国的一贯方针 最大限度的尝试了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善意和诚意 做到了人之意 是我们始终站在道义的制高点 一定会赢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也会获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 台湾人民支持吗 这个逼统啊 这个逼统啊 这个逼统的战略方针 也是我们党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统一的体现 为了祖国统一大业 可以捐弃前嫌既往不咎 为了祖国统一 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可以 不是简单的打和谈问题 该谈的时候谈 该打的时候坚决打 这个逼统的战略方针 使我们争取了祖国统一的主动权 既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也不会让祖国统一大业无限期的拖下去 2021年我们见证了太多历史 或许一觉醒来 我们又见证了祖国统一 中国加油 没错 2021年我还真见证历史 见证你这篇 这篇奇文 历史上真是没有像这种奇文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是一帮傻逼写出来一篇傻逼文 谁给你们提供的资金呢 就是成立这个叫什么业 叫这昆仑策研究院 对吧 谁给你提供的资金呢 这是脑子 这基本上是缺金短两 你们用这资金 除了这篇文章 你们平时都干什么 澡堂里泡不澡 对吧 然后按按脚打打泡 是吧 找找小姑娘 喝喝茶 你看还有部分军地老同志 军地老 军队得下来的是吧 专家学者 还有企业家 我说这 他们的企业家能做 脑子要坏到这程度 基本上都得破产吧 专家学者 哪个专家学者 是哪毕业的 把这名字都列出来呀 对吧 军地老同志 他们 好吧 不点评了 供大家一笑 好 今儿到这